这个单元我们讨论群组数量的变化 最主要我们是想要了解一下 不同年纪或不同性质的一些人口或数量 在不同时间上变化的关系 首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假设某一种哺乳类 他最长的年纪是三岁 然后在今年零岁到一岁的群组的数量是X 然后零岁到两岁的数量是Y 然后两岁到三岁的数量是Z 那一年之后零岁到一岁群组的数量我们叫做U 然后一岁到两岁之后的数量我们叫做V 两岁到三岁的数量我们叫做W 接着我们就来看SYZ跟UVW 这两个关系 然后如果零岁到一岁群组在一年后存活的比例为40% 那也就是说一年之后一岁到两岁群组的数量 就是V跟XZ的关系就可以写出来V等于0.4乘上X 接着一岁到两岁的族群在一年之后存活的比例如果为50% 那也就是一年之后两岁到三岁族群的数量 W跟Y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写成W等于0.5Y 同时一岁到两岁族群会伸出两倍的零岁到一岁的族群的数量 也就是说一岁到两岁族群所新增加的零岁到一岁的数量是2乘上Y 然后两岁到三岁的族群会伸出的零岁到一岁的数量呢是一倍 也就是说有两岁到三岁族群所新增加的零岁到一岁的数量是 1乘上Z 然后零岁到一岁的族群就是刚出生的这个第一个世代的族群 它是无法胜育的 那经由这三岁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 U就是零岁到一岁所新增加的族群的人数呢就是 X是第一阶段的年纪然后乘以零因为它没办法生育 然后由一岁到两岁所贡献的是2乘上Y 就是它两倍的数量 然后两岁到三岁它所新增加的是一倍的Z的这个关系 我们把刚才所描述的我们用图形的方式再说明一次 假设在今年有三个年纪 第一个零岁到一岁它的数量是X 第二个一岁到两岁数量是Y 然后两岁到三岁的数量是Z 然后下一个年度它们的数量分别是U V W 好那第一年跟第二年之间的变化的关系呢 首先第一个最年轻的X数量的零岁到一岁的年纪 它有40%会存活 所以它变成第二年的时候的数量 就是一岁到两岁的V的数量 就是0.4乘上X 第二个年纪就是一岁到两岁Y这个数量 它的存活率呢是50% 所以这边会有0.5的Y 变成第二年的两岁到三岁的W 这个年纪的数量 除了这个之外 新生儿第二年的零岁到一岁的这个U的部分 它有来自于一岁到两岁Y这个数量所生出来的 那它是两倍的Y 然后再来是两岁到三岁Z这个数量所生出来的 那它是一倍的Z 0岁到一岁的这X没办法生出新生儿 好所以上面这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线性方针图的方式来表示 首先U就是2Y加一个Z 这是新生儿 下一个年度的新生儿的数量 再来V 那是下一个年度 一岁到两岁的数量 那等于0.4乘上X 就是原来的第一个年纪的存活率是40% W那是最年长的两岁到三岁 那它是0.5乘上Y 就是存活率等于0.5的一个意思 接着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线性方程组 用矩阵向量的方式来代表它 那也就是从下面可以看到最右边是XYZ 代表的是今年的三个不同年纪的数量 然后最左边是UVW 那是下一个年度同样的三个年纪的数量 那这中间有存在一个矩阵的一个关系式 那由上面这个线性方式我们可以得到 U的话是2Y加Z 那所以这个位置会是2乘上Y 那这个位置会是1乘上Z 那没有X所以S的位置就是0 然后V的地方是0.4乘上S 所以这里是0.4 那没有Y没有Z的成分 再来W的地方是0.5乘上Y 然后没有X也没有Z 好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如果今年三个族群的数量分别 叫做这个向量G0代表是今年 那它的XYZ 假设如果分别都是100010001000的话 那么下一个年度 下一个年度的数量G1 下一个年度的G1那叫做UVW 那就用刚才算出来这个方程式 前面这个矩阵 乘上100010001000 这个向量 那这方式意思说下一个 四代的数量 等于上一个四代的数量 乘上前面这个三乘以三 矩阵的关系式 然后如果我们用矩阵相乘来计算一下 就是第一个横列 乘上后面这个向量的直行 那得到的结果就是0 加2000加1000所以是3000 再来第2个横列乘上后面这个直行 就是0.4乘上1000所以是400后面是两个零所以这是400 再来第3个横列乘上后面这个向量 500 好同样的文用图示来表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100010001000 然后他之间的变化存过下来的数量是0.4乘上1000 再来0.5乘上1000 好再来新出生的是 1000的两倍 然后这是1000的一倍 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年纪最大的两岁到三岁他的数量就是0.5乘1000所以这边会是500 然后再来 一岁到两岁也是0.4乘上1000所以这会是400 最后新生的新生的部分是2乘以1000加上1000所以这边会是3000 那这数量就跟刚好我们用矩阵向量的方式算出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下刚刚的那个线性方程式来算一下 所以u呢就是 是2乘以1000加上1乘以1000 那得到结果就是3000 然后v2呢是存活率所以是0.4乘上1000呢 得到结果就是400 然后w2是0.5乘上1000 得到结果就是500 就是跟上面的算法是一样的 好所以跟我们用刚刚的矩阵向量这个后面这边是100010001000 好那这个3000现在矩阵乘上一个3乘以1的向量得到结果就是3000 400 以及500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再过了一年 那现在的数量就是3400跟500 好那再过一年那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一样所以存活力3000 第一个部分这个的存活力是0.4乘以3000 第2个 这个年纪400的存活力是0.5乘上这个400 好那他们分别是0.4乘以3000所以是1200 然后0.5乘以400 那当然这是200 好那新生儿的部分 这个一岁到两岁有400 那他新生的部分是两倍 乘上400 然后再两岁到三岁的500然后再新生的部分是一倍的500 好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之后就是800加上500所以是1300 我们一样用先进方式的方式来计算一下所以是 2乘上400加上1乘上500所以是1300 然后再0.4乘上3000这是 第1个年纪的存活率那等1200 再0.5乘上400这是第2个年纪的存活率 得到结果就是 200 1300 或者我们用矩阵向量的方式来计算那就是同样的3300 的矩阵乘以 3400 跟500 好那得到结果就是这一个 第1个恒列乘上后面这个向量 好那得到的结果就是刚才 跟刚才一样就是 800 加上500所以是1300 再来第2个恒列乘上后面这个向量 好那就是 1200 所以第3个恒列乘上后面这个向量 那就是 0.5乘上 400 所以是 200 好如果再过两年 那就是现在是1300 现在是1300 1200 跟200 然后在1300的存活率40% 所以是0.4乘1300 然后1200的存活率 50% 所以是0.5乘1200 那这两个分别是0.4乘1300 所以是520 然后 0.5乘1200 所以这个是600 好再来出生 1200 出生两倍 所以是2乘1200 在200 出生率 11倍 200 好那这两个加在一起之后这是2400加200所以是2600 同样我们用线性方式的 来计算一下 是2乘1200加上 1200加上1乘200 然后这就是2600 然后再来0.4乘1300 那这就是 520 再来0.5 乘1200 那这就是 600 或者有没有举重向量的方式 好那后面乘的这个向量是1300 1200 跟200 然后分别算第1个 横列乘上后面这个向量 好那得到结果就是2乘2400加上1乘200 所以是2600 第2个横列乘上后面这个向量 那就是0.4乘上1300 所以是520后面两个是0所以是520 再第3个横列乘上后面这个向量所以是0.5乘上1200 那其他都是0 所以我所得到的结果就是 600 我们可以把刚好计算的这个过程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那这边的G代表是第几个世代 G0表示第1个世代 然后G E代表是第1个世代 那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呢会是前面有个矩阵A A就是这两个世代之间的出生跟死亡的这个比例之间的关系 同样的G1是第1个世代 那G2是第2个世代 那他们之间也是同样的这个A这个矩阵的这个关系式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写G2等于A乘上G1 但是由上面这个式就可以知道G1呢等于A乘上G0 那所以 G1又可以带 A乘上G0然后再乘上前面这个A的关系式 好那根据矩阵相乘A乘上A再乘上G0 那就是A的平方 就是有两次的意思 同理 G3第3代等于第2代G2乘上A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算出G2那G2又等于 A乘上 G1 所以又乘上A 好那G1我们又知道G1又等于A乘上G0 所以这是A乘上G0 然后再乘上前面的A 再A 前面这两个A分别是G1前面的A 以及在前面的这个A 好那这三个A的相乘我们可以写成A的三次方 第4代等于第3代前面乘上同样的A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结算了第3代跟第0代之间关系是A的三次方 然后再乘上前面的这个第3代到第4代的这个A 好那这个A乘上A的三次方呢我们可以写出A的四次方 所以这意思就是第4代的数量等于第0代的数量乘上A的四次方 好依此类推 好依此类推我们可以获得第n代 等于第n减1代就是他前一代的数量乘上A 这个矩阵 好那第n减1代呢照我们刚才的推导那第n减1代就是A的n减1次方 然后再乘上A这个矩阵 那A乘上A的n减1次方我们可以看到那其实就是A的n次方这样一个关系式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矩阵跟像样的 表示的形式来看 一个族群或一个人口在不同年纪或不同年代之间的一个转换或变化的一个关系式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些关系统面积示他的关系练习 明天 我们有多年权统面积了